HELLO 大家好 我是明德 唉 我就覺得吧 有時候某些遊戲 除了廣告比遊戲吸引人以外 到底還有什麼特點 魔攻 天下為局 台灣的代理是港商樂平方 開發商則是掛在另外一間港商 樂狂娛樂Garquist 兩者為同一間公司 而在接著網上細查以後 就會發現這間公司 曾在2020年時在台上加過一款 一代軍師M 而本次介紹的遊戲 原本就是以一代軍師2為登記 那我們從這遊戲追溯上去 一切就連起來了 Garquist 為中國 漫靈遊戲的海外品牌 而這點也可以從2000的官方網站內容中 對照查證 也幾乎99%可以確定 漫靈所謂在台設立的公司就是樂平方 那唯一稍微有出入的地方 就是實際上 台灣正式登記樂平方的設立時間 是在去年而不是2020年 那我們就來看看這款 強調講究策略變化 還找來各路藝人 以及youtuber代言的作品 到底是什麼鳥樣 這才剛開沒多久 就馬上到了十福了 對於這講究多人對戰的作品 還在玩鬼夫那套 廠商還真的是很行啊 玩法也是常見的類經營 但是重課金組織 強調多人社交 如果你是戰狼玩家的話 建議快閃了 雖然遊戲分你8天送你1200抽 但廠商並不是傻子 送的是普通券 外加這抽池是沒有保底的 再來看一下這機率 藍卡的出貨概率是85.5% 換算起來 至少約1026抽都是垃圾 所以實際上廠商根本送不到200抽 跟其他卡牌的卸獎勵 其實差不多的 這招實在是妙啊 而如果你課金的話 這紙卡的出貨概率會直接大幅提升啊 所以是不是真的能靠策略 我是不知道啦 但如果你有超能力的話 100%是真的能為所欲為 而且如果真的能靠策略玩的話 那找來的代言也不會是那些人了 遊戲也有篇單人的主線 但畫面實在是真的太復古了 看來不只是要重現這三國的老題材 還要帶著玩家實際穿越過去 廠商真的是煞費苦心啊 雖然玩這類經營遊戲 我是不知道會不會有人關心力會 但這邊還是展示一下 整體是有寫實風格 且在細節文裡的描繪表現還不錯 不論是粗獷狂野、溫潤儒雅、熔絡妖媚的個性特徵 都表現得挺好的 而且好看的女角其實也不少 確實有感受美術在這上面的用心 但也僅此罷了 那剛剛都提到了一代軍事M 這時候再回去看一下畫面 兩者比較一下 就會發現幾乎是沒什麼長進 跟之前提到的那款 吞食天地、多元宇宙 根本就是兄弟檔 反正搞定台灣用戶 就是Easy 不需要給什麼品質 配合病毒傳播 再貼上情懷、臂丸等標籤 喂食什麼樣的換皮垃圾 都搶著髒口買單 廣告魚兒傻一傻 就能輕鬆打撈韭菜 能躺著賺錢 為何要指望那些廠商進步呢? 但凡我有幾個錢 我也選擇這樣賺 口碑、平價、良心 哪有什麼差 反正能賺錢就好 是吧 最後再來看一下這課金系統吧 首先是這個超值禮包 看看這用心安排之金廟 從33元到3290元 下至平民上次課長的錢 都必須納入囊中 還好這看起來就很棒的990武器 買了絕對不虧 刀在手 跟我走 稱霸武林 浩瀚無鷹 再來看看這個福利絕對不福利的品項 每日禮包 每周禮包 再季禮包 周末 啊不是這次送的 接著看 月卡 成賬基金 真的是福利滿滿 那稍微計算一下 不算手足的話 每10抽就是1500元 雖然不知廠商為何有如此的勇氣 但確實是令我大為震撼的價格 而遊戲在開服前的熱度看似很高 但在8號卻毫無討論度 這不免也太悲催了吧 看來又是一款提存玩家的類型 把用戶一個一個的拉到群裡 除了方便安插官方人員拱克金以外 未來也方便推其他款遊戲 而遊戲本身也是借見過往你聽過的那些策略遊戲 自從部落衝突 開創出這社群交互的玩法 被其他廠商看見潛力 拼命的發掘 當然也包含一堆中國廠商加入戰局 像是莉莉絲的萬國覺醒 江魚互動的口袋騎兵 IGG的王國紀元 靈犀的三國志戰略版 龍衝躍動的帝國紀元 去佳的阿瓦龍之王 星河護瑜的小小儀國等 不免也是佩服中國廠商的改造能力 總是能讓用戶心甘情願的為此買單 下一款 長安幻想 這款為昨日於陸服公測 遊戲IP改編至同名漫畫 開發上市中國失業網路旗下的星辰工作室 而關於失業之前也提過不少次了 我相信這款不出意外的話 明年很快就會交由易亨來發行與我們見面了 不過最近他們也蠻忙的啦 還在為其他款遊戲努力的投放中 加油 尬廣多一點 久久們肯定跟上買單 長安幻想在做宣傳的時候 還批了一個影片說自己登上 紐約納斯塔克的電視牆 老實說我是想不透啦 這遊戲也就剛在中國上架 宣傳自己在國外的意義何在 趁著還是自己國家一直最討厭的美帝 而且這種影片 隨便只要比我這個靠網路自學的剪輯技術 還要好那麼一點點 都能達成類似的效果 還是說現在中國的新冠變種 不只影響身體 連腦袋都會感染了 不然怎麼會有這種不符合邏輯的智障想法 遊戲玩法為紫版MO 採用回合制戰鬥加初戰寵物的設定 你可以簡單想像成是 雲上陳之歌加魔力寶貝之類的玩法 除了豬腳以外 其他上場人物跟寵物都不需要額外獲取 而上場人物可以靠課金 也可以靠遊戲逼竿出來 不過寵物是這個遊戲的賣點 所以除了免費券就是要靠課金了 然後寵物又在搞那套進化變身的機制 看來廠商是真的幫不下他那款進化物語 但還是得說廠商這次確實有下努力 在主線劇情上不只配音有做滿 還有額外繪製的過場動畫 當然不確定是不是只有做前期表面 後面就開始放推擺爛 然後繼續靠同一套騙吃騙喝 不過在前期的體驗表現上 是比他旗下那幾款換皮卡牌遊戲好非常的多 雖然劇情表現是真的有點低理 然後蠻快的就會開始卡等級 要進入各種找組隊掛機任務的循環 這玩法也讓我想起很早之前碰過那款夢幻新珠仙 上線就是跟車掛機到老 然後也是主打培養寵物的玩法 其他方面就是市面上換皮MO的玩法 沒什麼特別出彩的地方 但就我第一時間玩起來的感受 這款來台應該也是能先爆鑽一波 有種當初玩神木遺跡的集市感 而個性方面 這其實蠻出乎我意外的 居然相對來說比較少 或者該說是藏得很好 手除月卡通行證以外 居然沒有討厭的VIP 跟瘋狂的談廣告 這倒是挺難得的 但該噁心的地方還是不會少給你 這每日禮包居然搞個一件購買 再這樣下去 我覺得離自動儲值真的是不遠的 而抽寵物方面 每8抽月120元台幣左右 看起來是很便宜 但本身是沒有保底的 而且身兼提升上 需要一直吃寵物來達成 還有成功率的問題 所以這種看似小額 讓用戶覺得很便宜的投資 反而最後會越花越多 而禮包藏起來的部分 只是變了個樣 讓你覺得沒有那麼世俗 需要用現金購買 但實際上還是要用戶儲值後再來換取 所以這樣看起來 你覺得廠商真的創意枯竭了嗎? 看來是沒有啊 還是得開這個創意的變現力道夠不夠 如果不能輕鬆撈錢的話 想都別想 正如晉級利益師創始人CEO所表達的概念 寧可做賺錢的數值卡牌遊戲 也不願意去搞不賺錢的事情 當然如果廠商是真的能一邊賺錢 也能一邊把遊戲做好的話 那真的是沒話說 但希望也別搞像三星那樣 眾廣告輕研發 老是出那些放置課金不用腦的遊戲割韭菜 結論 眾富戀謀私利 取之於民用之於民 當韭菜們以為贏得了天下 讓萬民臣服腳下 殊不知這天下也是廠商繪製的一片江山 真正的掌權者從來不歸他們所有 當廣告越是兇狠 實際上可能越是單薄 更別期待能展現出什麼內涵了 而當市場餵肥狼群 也別指望他們能回頭吃素了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Minder 我們下次見 掰掰 就可以看我們的資料 得會 ti 不HAN 能夠 自己去進步 notamment 我們